在中国的石农甲山区有很多美丽的云朵像瀑布一样移动 被联合国旧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湖北省的石农甲被联合国旧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这里罕见的云瀑布从山上倾斜而下 形成壮观的自然现象 雾气从山上倾斜而下 呈现出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觉的器官 山东家是中国三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 2016年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拥有华中地区现存最大的原始森林 为多种珍稀的动物提供了CCD 除非能 Chart石冲商计划 销订阅 申功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